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在上海举行 本节金博会吸引了不少港澳企业参与 在食品与农产品展区 港澳展商带着红酒、糕点、保健品等多种产品参展 香港展商任国权从事进口酒品生意 这也是他首次参加金博会 现在我们的客户都是一些高端的餐厅和酒店业 但是我们想在这个板块的基础上面 再讨建一些其他的市场 这个产品到这个进博会之后 都引起很多不同界别的兴趣 我们会觉得很有信心 应该可以拿到一些成绩回来 在澳门展区 纯香的红酒、香酥的糕饼 一排排精心陈列的展品吸引参观者驻足 对同样首次参展的黄建峰而言 进博会不仅帮助他们扩大宣传 拓宽销路 也让他们增加了自信 我们是澳门老师号 带来的产品有30多种 有曲奇、有杏仁饼、还有蛋卷 还有那些酥饼类的 都是澳门特色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在内地 刚好地发展我们澳门板张糖饼家的品牌 经销箱还有那些电商都可以 都是我们想要的渠道 进展还是可以 还在谈 此外也有不少产商是肠道甜透的回头客 今年是我第四次参展 今年的销售和订单比去年还多 还有我们的产品就是可以得到这个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可以做到批文 所以来说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规 真真正正是有保证的 普罗大宗都相信我们优质的产品 我们这是第四季过来嘛 做了这个中华一家亲的夜饼 还有大礼盒这样 这个包装就是黄色就代表我们中国人 然后中华一家亲就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用文串来结合首信 澳门的首信来做 柯永强说 每年参战都会有新收获 希望企业能继续借助进博会 在内地打开市场 发掘更多商机 来参加进博会就是说人跟很多客户 有那个集结的教堂这些 然后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说 我们有很多产品可以怎么样去改良 或者怎么样去做 有很多其他的国家来参战的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家比较先进的东西 可以学识 来参观的人都很喜欢我们的产品 也有在增加一些订单 然后可能比去年多20%左右吧 据统计本届金博会香港贸易发展局 共牵头组织57家港企参战 同比增加27%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 共组织46家澳门企业参战 其中近三分之一均为首次参战